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家纽约 在纽约有这样一个公园 在越冷的天气里越能吸引众多的游客 它就是布莱恩帕克布莱恩公园 一到冬季布莱恩公园不仅有免费的溜冰场 一年一度举行的冬日集市 也汇聚了世界各地精致的手工艺品和各类小吃 是纽约冬日必要体验的项目之一 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布莱恩公园的冬日集市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的公园一到冬天就非常的冷清 位于Briant Park 无论多冷的天气 这里都是人山人海的景象 游冰场的开放固然是新游客的一大亮点 不过最受游客欢迎的 还是这个温馨的冬日集市了 你认为冬天的冬天 你认为冬天的冬天 是最大的冬天的冬天 是最大的冬天的冬天 而且他们还在外面笑着 而且在公园一样的冬天 在公园一样的冬天 在Briant Park那边都会有一个冬天 然后究竟有什么好玩的呢 我们今天就请到了 可以说是Briant Park的达人 小英 欢迎小英 谢谢 谢谢 其实我也是这边常来逛的啦 所以是会对这边有一点点了解 可以带大家一起来 那你觉得这边最好玩的是什么 其实最好是这边的手工艺 还有它一些local的一些小吃啊 小吃摊什么的 它会都会在这边设一个小摊位 然后呢每年在这个集结里面 然后给大家再呈现出来 好 那我迫不及待想要去看了 走 赶紧走吧 好的 拜 Briant Park一年一度举行的冬日集市 是一个由125家精致的玻璃小商铺组成的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精致商品 不止大人小孩都可以找到心意的物品 甚至连宠物的商品都是引有尽有 Briant Park冬日集市 每年从10月底到1月初对外开放 我们现在看到一家店 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 你看这是非常 非常organic的店 小燕 你喜欢这些花花草草吗 对 我家里其实有养花花草草 真的喔 对 我个人也很喜欢 来到这种店 我就感觉自己来到了大自然 对 你看这些它设计就是这种 可以啊 就是外面是真实的木头 然后中间是 好可爱 对 放上一些其他的植物 对 非常的有创意 对 对 这就是生物 这叫做生物 哦 生物 哦 生物 哈哈 嗯 对 棒 对 很难 啊 这 семь 原建的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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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ly 玉 Subsи 旅活 一百块 苹果 所以草莓是自然的 小燕 你看我很喜歡這家店 因為它的色彩是很可愛的 對 我喜歡的風格 哇 大蘋果 好重 對 我不敢碰壞的話 要買的 名字是Brasilian Home Collection 所有東西都在華盛頓製作 我們做了一群藝術師 在社群組織製作的工作 所有東西都在手塗製作 我給我示範一下 你看看那些綠藝術 我的天 這是貝殼做的 你看 Brasilian Park 入日集市裡的商鋪 每間都充滿了非常濃郁的個人特色 裡面賣的大部分產品 都是商家手工製作的 所以每件商品都像藝術品一樣 成列在商鋪裡 讓人看得目不轉睛 別看這小小的商鋪 每間都是人氣爆棚 甚至有些小吃的商鋪 讓遊客們不未寒冷的大牌潮籠呢 我既然在新大牌潮籠 我對新大牌潮籠 有一個小的商業 有些小的商品 有些商品 我做了新大牌潮籠 我做了新大牌潮籠 我來自新大牌潮籠 今天我们有的吃有的慌又有的玩 你觉得Brain Park Mart怎么样 我真太喜欢这边 因为我觉得他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独一无二手动制作的 很多都是环保的这种观念为主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换的不够 明天才要再来 明天的话我们再来 太阳能算是我们可以利用的 最天然丰富的能源了 只要太阳每天照常的升起 太阳能就可以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能源 它也是绿色清洁能源 使用太阳能可以减少碳排放 安全环保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节能省电 如今在住家的屋顶安装太阳能 成为了一种趋势 而且美国政府从税收减免 现金补贴等方面 鼓励民众安装太阳能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在纽约究竟如何安装太阳能 以及它到底可以为您省下多少钱 本期话题 节能省钱好途径 安装太阳能 我们为您请来太阳能咨询顾问 Jessica 我们听听她怎么说 Jessica 您好 欢迎您做客安家纽约节目 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政府在推广太阳能方面 下了不少力气 我听说白宫最近就安装了太阳能屋顶 对不对 而且最近民间一些机构 一些住家 也都从安装太阳能方面 得到了很多的实惠和好处 但是我们很多的华人 可能还不太了解 这个太阳能 到底给他们会带来什么好处 而且听说美国政府 在很多方面 有补贴太阳能安装的一些家庭 对不对 奥巴马刚刚拨出20亿的款项 来进一步太阳能补贴 奥巴马为了鼓励民众安装太阳能 让白宫率先带头安装太阳能 安装太阳能确实有很多好处 纽约州有一个能源局现金补贴 这个钱是间接是补给太阳能公司 安装用的 也间接了减少客户安装太阳能的成本 所以你刚才讲的第一项 就是能源局有个现金补贴 这个补贴原来是说给太阳能安装公司的 但是现在回馈给客户 所以这是第一项的政府的补贴 第二项就是联邦减免安装成本的30% 这个减免是减免什么方面的 就是联邦税的减免 民众每年年底的时候 不是年初的时候要交去年的收入税 对不对 在收入税方面也有减免的措施 是的 减免安装成本的30% 那么第三项就是一个州政府 州政府的减免税是安装 也是安装总价值成本的25% 但是它有个封顶最高给你5000块 还有最后一项就是我们的地税 地税也是安装成本的20% 它是分为四年 就是说你的地税又可以减掉5000块 但可能民众一下子没办法反映 到底我能够得到多少的实惠 能不能举一个你实际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确实纽约市有这么一个住家 他从安装太阳能方面得到了实惠 去年太阳能公司安装了一个李先生的 他住在卑塞一个两家庭的 那么装了5000瓦 每年可以发6000度电的太阳能系统 那每瓦按6块钱来计算 你总价值总成本是3万块钱 我们一步步地来算 这个李先生到底能省下多少钱 你该说了 第一项省是纽约州的能源局 有一个现金的补贴 州政府能源局补贴给你1块钱1万 你就得到5000块 就扣掉了5000块 所以这里面来讲 它实际上的安装的成本只有25000 所以说后面的政府的所有的一些 一些补贴 税务方面的补贴 地税方面的补贴 都是以这个25000作为一个成本来计算的 是的 那么联邦减免税呢 25000的30% 那么你就等于说得到7500块 这个政府的补贴 也就是说原来你可能要交 随便打个比方 也许要交7500块钱的税给政府 但是有安装太阳能 联邦这方面 7500块钱就减掉了 等于说你就交零的税 对 就不用交这个7500块的税了 OK 第三项呢 就是一个州政府 州政府的减免税呢 是安装 也是安装总价值成本的25% 那又得到5000块 25000块钱 乘以25% 应该是6250块钱 应该是减免6250块钱 但是它是有一个 纽约州它有一个最高的规定 最高给你封顶5000块 所以只能补足5000 所以你该讲的 在税收方面 一个是7500 一个是5000 加起来总共是多少 12000 2500块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在税收方面 就可以减掉这么多 相当于说李先生 如果当年去报税的话 如果他原来这个家庭 随便打一个比方 他也许要交给政府 15000块钱的税 但是在这个安装太阳能之后 他这个税方面 他已经就减掉了 12500块钱 再补2500就对了 对 他只要交2500块钱的税 就可以了 对 然后地税方面 又会退5000块钱 所以12500 再加上地税5000 那就是17500块钱 对 对不对 所以确实来讲 李先生最后 实际上真正拿出口袋里面 去安装他的太阳能的 只需要7500块钱 是的 对对对 那这些补贴 除了第一项以外 这都是之后 政府慢慢地退给你 补给你的 但是一开始 去装这个太阳能的时候 也许真的就要掏出 25000块钱 很多民众说 也许真的我拿不出这笔钱 这个怎么办 我们也考虑得 很这一方面 所以说给大家推荐了一个 绿色能源贷款计划 这个绿色贷款计划 所谓的就是纽约州州长 签署的一个10个亿的款项 来是绿色能源计划补助的一部分 它可以以每个月付颠费的形式 偿还贷款 而且不需要投期款 利息很低 只有3.49% 所以这是谁 要向谁申请的 要向那个 康埃迪森 就是电力公司 电力公司 康埃迪森 会提供这样一个贷款计划 所以你刚才讲了 这个贷款计划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优惠 首先来讲 它的利率非常低 对不对 利率是多少 3.49% 才3.49% 我们知道现在 这个房屋的贷款利率 已经都相当低了 4% 4.5% 那这个绿色能源贷款就更低 只要3.49% 而且它最重要的好处 就是说 你不需要付投期款 有贷款 那每个月就要还这个贷款 那该这个贷款 又是康埃迪森来提供的 那原来我已经有 康埃迪森的电表 我每个月要交电费 那现在我又向康埃迪森 要交一笔贷款 所以我要向康埃迪森 付两笔钱 如果你的电费单 和你的申请人 名字是一致的 那么只有一张 电力公司的电单 没有什么单独的 偿还账单 也就是说 它会把这个绿色能源贷款的 每个月的还贷 实际上就包含在 你的电费里面了 你只要写一张的支票 给康埃迪森 这里面已经包括 也许你用了 这康埃迪森的电费 是多少钱 其中还有一部分 是贷款的钱 但是交给康埃迪森 他自己会分清楚 那这样就省了 很多的一些麻烦了 那我想问一下 申请这个能源贷款 到底难不难 就是有没有一些 基本的一些要求 他又没有投期款 利率又那么低 是不是要求很高 只要你的 就是个人信用分 有630分以上 你就符合申请条件 那么我们办理程序 也很简洁 只需要你一张税表 和电费单付印件即可 所以你刚才说了 材料很简单 一个税表 一个电费单提供出来 而且信用分要求的是 630分以上就可以了 有没有对收入有一些要求 我们不看这个 就是说你的收入多少 就是提供一张的税表 但是对收入的高低 并没有硬性的要求 因为我们是律师贷款计划 不会查你的收入要多少 那所以说确实 现在安装这个太阳能 无论政府在补贴的力度方面 以及在提供贷款的便利方面 确实来说 这个力度都非常大 民众真的要好好的去利用 但是至于 怎么安装这个太阳能屋顶 到底能够省下多少电 以及在安装的过程中间 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接着聊 欢迎回到安家纽约节目 今天这期我们来告诉大家 如何安装太阳能 以及安装太阳能 究竟能得到哪些好处 Jessica 我们在上半段已经说了 政府在安装太阳能方面 其实给很多民众 一些很好的一些优惠的政策 所以要善加利用 那么听你刚才这么一说 很多人就想说 我要如何开始安装这个太阳能 我是不是首先第一步 要检查一下我家的屋顶 是不是适合安装太阳能 对吗 首先我们评估你的房子 需不需要安装太阳能 又具备哪些条件 第一呢我们就看你的房子 材料结构 第二呢你的房子的 你的房顶的面积 还有你的斜的屋顶呢 要看看你周围有没有树木 有没有建筑物之类折挡 还有你的房子的 房顶的破损程度等等 所以你该先讲了 这个你的屋顶的条件很重要 你第一个是说 要看这个屋顶是什么样的材料 所以材料不同 是不是安装太阳能屋顶也有不同 你的屋顶材料呢 不可以是石头的 石头的不是说不可以装 但是装起来像比较麻烦 我们也不建议你去装太阳能 那么如果是装瓦的 这样的一个屋顶呢 瓦片的屋顶 瓦片的屋顶呢 它有很多种类型 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装的 我们会派一个专业的人员 有专业的仪器来量你这个房顶 对 而且这个面积也很重要 对不对 如果你的屋顶是非常小的 非常小 那也许安装就不合算 不合算 对不对 还有你该讲的朝向也很重要 对不对 对 如果你是斜顶的房顶的话 你要一定要朝向 不可以朝北 因为太阳总喜欢偏南 因为东南西在太阳 它造射的时候会强度一点 会产生的电会多一点 对 而且你该讲到说 屋顶的周围最好不要有遮挡物 对 不可以有树木建筑物之类的 很高的楼啊 遮挡住你的房顶 这样会影响你的发电量 对 这其实也很好判断 看看你的屋顶是不是有阴影 对不对 有阴影就说明说 是一些高大的建筑物和树银 帮你挡住了 因为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 就是要接收这个太阳能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一步首先是判断一下 这个屋顶 这个条件适合不适合 安装太阳能板 是的 那么第二步 也许就会打电话 给一家太阳能公司 上我家来 评估一下 我到底要安装多少瓦的 太阳能系统 系统 对 安装公司呢 会派一个专业的人员 去到你的房顶 按照你的年用电量 以及你的安装成本 康埃迪森他有个要求 就是说你一定要按你的年用电量 来去申请 比如说这个家庭一年是用了六千度的电 那你们基本上就会帮他安装一个 能够产生六千度电的 这样的太阳能系统 足够你用 所以最大化的使你今后能够免费地用上太阳能 对 这个店 而不去花 不用再用康埃迪森的电 而且康埃迪森呢 他还要给你服务 对 那我们知道这个安装这个太阳能板 实际上过程相对来讲 对很多民众来讲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怎么申请啊 购买材料啊 该很多的一些补贴的措施 那都要一项项去申请 所以这一些的所有的这一些东西 是不是说这个安装公司 都能够像一条龙服务的帮你包下来 对 如果你提供一张你的报税单 一张电费单 那么太阳能公司呢 会从设计 申请 买购买材料 安装 还有验收等等一条龙服务 你申请时间呢 大概要两到三个月 批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给你安装 安装的程序呢 很简单 一两天时间 安装完之后呢 等各项部门验收 那下面说到说 这个安装了太阳能以后 到底这个太阳能怎么产生电 怎么工作的 那是不是有了太阳能 我就不需要 看Edson的那个电表了 其实太阳能的系统运作呢 并不神秘 太阳能板呢 在屋顶上来发的电呢 它是通过光能转为电能 然后呢 通过一个转换器的方式 把直流电转为交流电 跟我们家庭使用 对 那么太阳能发的电呢 先进入我们家里面 用不完的电呢 是被通过一个特殊的双向电宝 被存在电力公司的电瓦里 当没有太阳的时候呢 你就取出来用 也就是说太阳能的电先进来 如果今天太阳能有发电 家里用的就是太阳能的电 直到你所有太阳能电都用完为止 还不够用的话 再用 再用卡尼森的电 对 那如果太阳能的电有多余的话 这多余的电还能够储存起来 对不对 储存起来 好 我打一个比方 如果一年下来 我确实太阳能用不完 这个储存起来 这个电 你该说储存到哪里去 储存到康埃利森 那不是白白给他拿去了吗 不是 他以回购的方式给你买走 最后还能够把你这个电 你还可以再赚一部分钱 就是你多余的太阳能的电 他会买走 然后到年终的时候 可能还会给你寄一张支票 说我们已经买了你的电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理清了 到底太阳能是怎么被我们所利用的 我们也该知道了 政府的补贴的一些项目 但是民众可能还有一些 他们自己的一些 个别的一些问题 要向你提问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 你问我答 纽约市的夜照时间不如加州 安装太阳能核算吗 安装太阳能哪些后续服务和质量保证 安装太阳能板可以算外屋底吗 好 Jessica你看有三个观众向你提了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这个纽约市日照时间不如加州 所以安装太阳能核算吗 这方面不会太大的影响 那么太阳能公司呢 按你的房顶面积和你的年用电量 做一个太阳能的系统大小 对一般的家庭用电来讲 足够你使用 在矿前呢 纽约州的补贴政策这么好 所以纽约州的补贴力度会比加州更大 是的 对 第二个问题问的是 安装太阳能哪些后续的服务和质量的保障 首先呢 政府是严格监管太阳能公司的太阳板 安装于实用 那么太阳能板呢 其实有25年质量保证 这个请大家放心 就是你安装了太阳能之后呢 基本上是不需要维修的 就一旦太阳能板有一些损坏 但是这个质量保修是25年 所以这个安装公司会可以提供25年的这样的一个保养保修 厂家和公司 厂家公司 25年质量保证 而且你刚才说了太阳能板 这实际上是政府有监管的 对不对 并不是随便哪个厂家 严格监管太阳能板的使用 对 第三个问题问的是 安装太阳能板会不会损坏屋顶 请大家完全放心 我们在安装之前呢 是通过专业的人员进行评估 安装之后呢 它通过房管局电力公司 能源局各项部门检查 所以说你安装太阳能呢 不但不会凶害你的屋顶 相反还会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你比如对紫外线的造势 以及你的雨雪冰包的凶害 所以说你安装太阳能呢 还会延长你的屋顶收命很多年 安装太阳能板反而使房屋能够增值 也许你卖房子的时候 那时候房价还能够提高一点 你可以给人家讲说你看我家里安装了太阳能板 不仅能保护屋顶 而且还会让你免费的用电 对不对 好 非常谢谢Jesca今天给我们讲解了 这个安装太阳能屋顶有哪些好处 以及怎么安装太阳能到底是怎么样给我们发电的 那我想这个最重要一点就像你该说的 这个太阳能还是一个绿色环保的这样一个能源 而且是取之不尽的 我们真的要好好利用 所以我想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观众朋友对安装太阳能方面应该有所了解 本期嘉宾观点 纽约州太阳能安装补贴可高达75% 周围无遮挡的屋里适合安装太阳能 多余的太阳能链可回购给电力公司 太阳能把安装和质量由政府严格监管 安家纽约节目就是希望成为您安居置业的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 电子邮箱 把你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您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获取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登陆美国中文网和YouTube 好 感谢您收看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